老太太只是得了个小感冒 却被社区的人员直接宣判死刑 安娜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一旁的男人则表示这是社区的规定 凡是老了不能为社区创造价值的人员 最终都会被提前终结生命 而老太太也深知这一点 于是在潇洒地告别众人后 便活生生地被套上了塑料袋 而随着抽气阀的打开 塑料袋里的氧气也迅速消耗殆尽 就这样 一个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太太便死在了社区的规矩 而这反人类的一幕也被安娜给看在了眼里 于是逃跑的念头再次涌上了心头 可不凑巧的是 这天安娜的闺蜜也被房东给关进了屋子 房东吩咐安娜一定要说服闺蜜加入社区 本来安娜想直接告诉闺蜜假装顺从 然后再想办法逃走 可以想到这间屋子的每个角落都被房东在监视着 安娜便只能旁敲侧击地暗示闺蜜 可闺蜜却是一个死脑筋 根本不懂安娜的暗示 反而一把推开了安娜想要逃出去 不料直接被偷听的房东给一把推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房东让安娜拿好锥子 自己则要用狼头垂进闺蜜的耳朵里 然而就在房东要动手的那一刻 安娜却将锥子刺进了房东的脖子里 见房东倒在地上后 安娜便拿上狼头准备带闺蜜逃出这间公寓 不曾想紧接着闺蜜就被房东给批刃报了 看见闺蜜惨死在地上 安娜一气之下就将狼头甩在了房东的身上 而由于房东本来就受了伤 于是没招架几下便死在了安娜的手里 等解决完房东后 安娜便拿走了房东的枪 却也因此看见了房东手上的疤痕 难道房东背后还有更大的boss 来不及多想 安娜便拿上手枪准备逃出这间公寓 然而让安娜想不到的是 当她拿着手枪让众人跟自己一起出去时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她走 因为大家都认同了这里的生存法则 没办法 安娜便只能独自逃跑 可众人却不愿放她离开 甚至就在出去的那一刻被大家给拉了回来 手枪也被眼镜男给夺了过去 然而令安娜万万没想到的是 随着一声枪响 眼镜男却没有打向自己 原来眼镜男打心底也没有被通话 于是在眼镜男的帮助下 安娜成功逃了出去 而眼镜男最终也随着枪响结束了自己的一声 可就在安娜终于庆幸自己逃出了这间惨无人道的公寓时 她却发现外面的公寓也都安上了摄像头 似乎自己一直都被监视着 并且街道口的每一处公寓 都无一例外地拉响了警报声 女孩崩溃了 她不明白自己到底有没有逃出来 也不明白这操纵一切的boss到底是谁 可没过一会儿 女孩就捏紧了拳头 然后无所畏惧地跑向了街道最深处